哈喽各位你们好 自从我知道这个西瓜的平台 做粤语字末这么厉害之后 我也开始用粤语做视频了 就连我的学生现在也在说 老师你懒惰了 还有在星期天我的STEM教材里面 也有人在建议我加强字末 那就是他听不明白粤语 那好吧今天我再来用普通话做视频了 因为我相信我还要多锻炼我的普通话的 那今天跟大家谈一个什么话题了 那就是两天前在我的其中一个视频的留言下面 我的其中一个粉丝问我一个问题 他再问我在这个谱纸上 这个红色圈来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这个就是他问的问题了 这个是个简朴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这个朵是等于僵义 你很清楚 朵等于僵义就是这个调 Mila Dole Mi Fa Mi Re 那滤应该是这样的 Mila Dole Mi Fa Mi Re 但他的问题是这个 为什么这个Re 前面有一个Do呢 我现在把这个Do也弹给你听 用吉他弹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用口唱出来 就是Mila Do Re Mi Fa Mi Dole 那这个音符应该怎么说呢 它好像没有实践 为什么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Re 它就是C派嘛 跟下面一样 123C C派 然后就是这个C派系 这个Re已经完全占据了 那这个Do还有实践吗 好像是没有 那就是它不能当作一个真正的音符 它只能说是一个装饰音 怎么理解装饰这个名称 那就是好像我们一个人 在我身上 什么是装饰的 我的戒指 那这个不就是装饰的 那比方我去量我的体重 我要不要把这个戴上 应该是不用的 我应该把它拖下来 才去量我的重量 对吧 可是这个真的太轻了 把它拖了 也轻不了多少 现在我就是盼嘛 好了 回来我们的这个谱纸 就是这个Do 那就是几乎不占什么时间的 一二三四 就在我数一拍的时候 一二三四 一 它已经完全从D 滑去这个Re了 它站的长度 可能就是七分级一拍 或者是更小的时间 几乎是没有时间的 所有的装饰音都是这样的 我们有很多类型不同的装饰音 刚才这一种 我们可能称为滑音 或者是碎音破碎的碎 有其他的 比方这一种 这个我们称为波音 因为它好像波浪一样 这种是波音 还有其他比方这一种 这种我们称为回音 最难的是这种 这种我们称为正音 不是参音 是正音 是这种装饰音 一般来说 就是在乐器演奏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 我们唱歌 我们很小 加这个装饰音的 因为人生的灵活 其实比不像乐器 用人生来做这个 真音 波音 还是这个回音 都比较难一点 用小提琴做出来 很容易 用笛纸做出来 也很容易 一般来说 在乐器的演奏 才会看到这种装饰音 我们回来看看这个谱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称为前奏 就是用乐器 吉他 钢琴 一类乐器去演奏的 到了整个 这里你看到 这是绝对没有装饰音的 好了 今天我跟大家 谈过了什么是装饰音 还说过了 在乐器的演奏 用途比较大 在唱歌的时候 不常见 可能只有这些 唱名歌的 唱古典的一些歌曲 里面才有这些装饰音 那我跟粉丝对话之中 他也问及很多 有关装饰音 填词的问题 什么在粤语填词 转制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区别 还有我们粤语 是怎么自带装饰音的 他也希望我出一个视频 来教学 我相信我讲明白 这几个问题 最想要做两个视频 好吧 明天后天 我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装饰音跟粤语填词的关系 好吗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关注点赞 及转发 再见